北斗疫情严峻 特别是中南部 陈时中就坦言了 疫情有逐渐往南走的趋势 另外有医生还点出 未来中南部的确诊案例 很有可能会超过北北基陶 而对此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表示了 已经架构好了系统 把轻症 中症 还有重症的患者进行分流 在高峰期来临的时候 才能把医院留给需要的人 全台确诊数标破8万 在一场新高 而且 台湾一日生活圈疫情扩散 特别是中南部 难避免医师沈正南 从曲线图来看 点出未来走向 北北基陶 它原先在全台所有的案例 里面占了8成 现在已经降到了6成左右了 就代表说中南部的案例 慢慢赶上来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中南部的新增案例 应该会超过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指出 北部检验量能受限 南部PCR量能充足 诊所也有快篩 所以越来越多个案 回到南部快篩或是PCR 在检验密度强度都高的情况下 自然确诊率会提高 不过这些不是重点 清症为主的疾病里面 它其实需要的是大量的基层的医疗人力 那还有医疗的服务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设定 就是跟医师公会 跟基层诊所密切的合作 重点不是在于病率数增加多少 重点是在于说 你如何中重症的病人 能够及早发现 及早给药 及早治疗 高雄市长陈其迈 一个月前架构好系统 并且成立全台首创 一站式服务 只要符合条件的确诊者 经过医生评估 就能立刻开药 把病患依照症状区分开来 就是为了因应之后的高峰期 确保医院量能 在紧急时刻留给需要的人 东森新闻台北高雄采访报导